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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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所有朋友 在9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然後收看我們這個節目單元 台北股市在今天我的看法 當然站在多頭的角度 表現非常的一個強悍 你說還好今天只有漲16點 不對喔 來我們看一下 從畫面上各位我們再回顧 今天早上 早上原則上一直到收盤前幾乎 我們觀察台北股市 幾乎停滯在平盤附近 最中場順勢向上做一個提升 中場上漲16點來到10634 面對台北股市怎麼看 我們就舉一句話 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也就是說台灣話說 九月台就高月台沒人知道 高月台最厲害 為什麼這麼講 早期台灣農業社會 特別到了入秋之後 因為一般我們的 其實台灣面對颱風歷年來 本來就都會有颱風 大家也都有所準備 問題是九月份颱風出現機率比較低 我舉例像近期不就有可能形成三個颱風嗎 為什麼講九月台 就是說因為九月份台灣颱風出現機率低 如果沒有做好準備 萬一真的登陸了 會造成農產品很重要一些損傷 最主要的看法就在於 因為九月台 就好像是這個月一樣 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 怎麼會來 好了來 你要怎樣 我講真話 不來都沒事 萬一來了呢 所以金融市場在於 隨時都幫自己做好準備 讓自己擁有不受外界干擾能力 你問我怎麼看 我的看法呢 當然要小心要避險 要避險 對 第一個 我不賭行情 我主要因為我提供一個系統 我舉例來 所有的會員 包括新舊會員都一樣 我們今天用一點點時間 我慢動作 一根手指頭 我們有開發一個叫APP 這個APP就是讓所有的我們的會員 他只要透過他的手機 他就可以觀察到 所有全球的金融商品 我舉例加權指數今天上漲16點 你說怎麼看 我認為要站在空方好不好 為什麼要站在空方 我慢動作 我按住他 所有的會員一併我們同時 好 面對台北股市所有指數型商品 任何商品 不管你在看操作台紙期 電紙期 金融期 電子類股指數 金融類股指數摩根 SIMAX 或者是全球所有的 台北股市都一樣 你有一支 台北股市的部分 一律就只參考5分鐘 也就是說我們去觀察 這個商品有在正50還是負50 目前來到49.94 理論上 理論上 49 這是加權指數 10634 那我的算法我會算他 94應該已經算正50了 也就是說來到這個點 你要提防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會回到零種 我再舉例 我們看今天9月2號 9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的研究報告 我們先看第一圖 這是在一直到上個禮拜五 到上週五 到今天其實差不多一樣了 就是說我們去觀察 PSY跟指數的一個變化 那該怎麼做 沒有什麼怎麼做 正50要站在空方 負50站在買方 每一筆都要做 不能怕錯 為什麼 站在PSY的角度 PSY本身它沒有多跟空 PSY本身沒有在討論多跟空 它沒有所謂的多頭或空頭 因為它本身不是趨勢指標 所以它不需要去拼個多頭或空頭 它主要叫做波段的利用 利用什麼 商品價格在上漲 商品價格在漲 這個PSY指標 它會跟著向上做提升 那記住 如果指標來到了正50 也就是說它來到正50 代表你要小心 你要提防 叫做買力耗盡 買力耗盡必須也應該 無論輸贏都要站在空方 我直接說出來 你不能說 那我舉一個例子 今天9月2號 台灣話說高月台沒人知道 我請教你 會不會有颱風 不知道 我又不是中央氣象局 創意象局現在也只能告訴你 有形成三個 三個颱風可能形成 可能 對不對 代表說 金融市場有什麼不一樣嗎 跟你在評估颱風不都一樣 要做好最萬全的準備 不來則以 那如果來得怎麼辦 冰來降大 水來吐淹 不適合 你不能等到 看到金融商品大跌了 股市暴跌了 你說我來辦公 不然 不是的 而是在於 利用領先指標 為什麼叫領先指標 所有的反轉指標 都有領先的功能 我說什麼 所有的反轉指標 不僅僅只是PSY 我們反轉指標裡面 非常的多元化 像是KDJ KDJ那個J 它本身就叫反轉指標 或者是你有在觀察規理的 規理率本身就叫反轉指標 這些都有領先的功能 所以面對金融市場 因為金融市場本身 商品價格 原本就有領先的功能 所以該怎麼辦 你只能利用反轉指標 提供你波動的操作 什麼叫波動 如果商品價格向上移動 來到政府時 你要站在賣方 站在空方 相對的跌落到負時 你要在買方 我舉個例子 來 各位請看 包括所有的會員 拉近 全體會員 8月20號 2022 8月22 請問 這天要做多半康 這天一定半康 這天做多絕對不會贏 關鍵在於 當商品價格在漲 撇摔這個指標會向上提升 對不對 那該怎麼辦 你這個店怎麼做 半康才贏 你不能說我空到這裡 那就是在做什麼 那相對的 那這裡該怎麼做 這裡你為什麼不做多呢 那請問所有的會員 這裡沒做多 這裡沒做多 有嘛 你有做嗎 有嘛 你有贏嗎 你肯定贏 你不但贏你是大贏嘛 那這裡為什麼要做多 因為這裡叫負50 也就是說 當PAS這個指標跌落到負50 你該怎麼辦 你只能站在買方 然後呢 它一定會回到0 所以你在等什麼 等這個商品回到0 我舉例 我們看下圖 這個是稻球 一樣 我們主要有提供這個商品 這叫手機板 這是手機板 我再舉例 我們剛剛來看第二個叫日金 對不對 一根手指頭 日金指數 請你一律 我們已經講了一年了 一律使用10分鐘的 排股通通是5分 日股麻煩你用10分的 那怎麼做就這麼做 哪能怎麼做 你再去我看看 不是嘛 這裡該怎麼做嘛 這裡當然做空 怎麼有人做多 這裡做多怎麼會贏 怎麼有可能贏 這裡做空 其有不贏的道理 我問你 我今天要提的在於 九月颱風一個是來了 一個是他不來 那怎麼辦 你都要對 你都要對 你不能輸 那你如何不輸 你就照著做啊 這裡該怎麼做 這裡要站在買方 對不對 這裡叫負食嘛 你說這裡做多乾皮 跳空大跌 跳空大跌你是不會買嗎 扔錯 你說一乾皮就一定贏 從20361 涨到2078 怎麼會不贏 那我不要說賣到這裡 你可不可以賣這裡 你可不可以買這裡 你可不可以買這裡 賣這裡 你可不可以空這裡 平這裡 這樣會贏 所以現在不在這裡 急死了 好再點離開 拉近 你說台北股市今天怎麼不跌 因為今天陸股沒跌 那陸股怎麼辦 半坑啊 你在嚇什麼 那陸股跟半坑 大陸股市負身指數 大漲1.37個百分點 你嚇什麼 一根手指頭 你給他刺 所有會員 請對照你的研究報告 好不好 來 幫我把底下放大 PSY 正50就是做空 負50就是做多 你不用理他 零軸就是停利跟停損 陸股 陸股相關 一律使用20分 日本股市請你用10分 台北股市所有ETF相關 通通20分 台北股市 台股的部分 就是5分鐘好不好 夜盤 不管是稻窮 不管是稻窮還是台股 夜盤的部分 比如說下午3點過後 到凌晨5點 SP500 稻窮 通通一樣 請你一律使用10分鐘 就是說你有操作的 你就照著 為什麼 因為我們讓電腦 去運算評估過 最值得參考的第一個 績效在一個叫時間 一個叫獲利率 把時間跟獲利跟成功加在一起 最適合的一樣 我們來看 來 元大台這是什麼 元大台這肯定就ETF 你把它刺下去 20分 ETF的一律使用20分鐘 正50該怎麼做 空 副50要站在買 好不好 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提到護升 提到護升指數放掉 幾分 20分 那該怎麼做 正50就給它半空 好來 你就做筆記嘛 所以會員要一併 3855 3855 這個叫正50 空啊 這裡去做多 這是不用做多 這要怎麼做 這裡也是半空好不好 這裡也是在這裡 這裡是零走 這邊空就這邊平 那這裡呢 這裡叫正50好嗎 正50我幫你放大 這是什麼正50 正50要站在賣方 站在空方 也就是說正50要站在空方 OK我們看底下 看美股的部分 這是 這稻窮 各位你要 這是稻窮 這是4點10分 下午 這個是下午的5點半 這是6點 這是晚上的11點半 這是稻窮指數 因為這裡叫正50 這裡叫0 這裡叫正50 這裡叫0 這裡叫負50 每一筆都要做 PSY本身不怕錯 每一筆都要做 我再舉個案例 這今天研究報告的第三圖 正50 這個很重要 這很重要 1 2 3 請問該怎麼辦 你說小偉銘 我是你的會員 我後來又申辦了夜盤 的PSY軟體 安裝在我們家的電腦上面 好上個禮拜五 這裡是正50 這裡也正50 這裡也正50 我總共我的最多能力 只能做兩筆 對不對 那你這樣連續三筆 我該怎麼辦 我們兩分鐘後 馬上向各位做簡報 A++智能演算四大優勢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30年來城市交易大躍進 A++智能演算 建議現與服務人員聯繫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顧德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一樣 我的看法其實很單純 不需要去讀多跟空 不是多跟空 而是對跟錯 贏還是輸 你今天在市場做交易 我們講交易 我們講交易 交易就是說 你有一個值得你自己信賴的一個工具 然後你照著這個工具 每一筆都做 就好像是在8月上 上個禮拜 我們講過 因為PSY不怕錯 你不要怕錯 你每一筆都做 會不會錯 當然會錯 他一定會錯 但是你不要怕錯 你知道嗎 一直到了8月28 叫做全商品 全聖宗 每一筆 什麼意思 舉例 這個叫負五十 這個叫負五十 這個叫正五十 我們看底下 這個叫正五十 這個叫零 這個叫負五十 一二三四 那你就每一筆都做哪裡 不對 我們今天是來做交易的 是來做操作的 到了禮拜四 還不一樣 比如禮拜五錯一筆 這到禮拜四 這上個禮拜三 沒有錯吧 這上個禮拜四 上個禮拜五錯一筆 這到上週五 摸我們對吧 然後今天是禮拜一 我們來看禮拜一的部分 禮拜一我做個說明了 所有的會員 特別是你有申辦夜盤 交易系統在做觀察的 我們來看 這個叫正五十 這個叫正五十 這個也叫正五十 舉例 我在這裡站在空方 又來了一次 那怎麼辦 那加空 再一次 我沒有能力的 我只能做兩筆 那這筆就不要做 有能力就再空 如果說我只能做兩筆 你就一二 有辦法空 你就再加空一筆 我不管你是一 還是一二 或者是一二三 我請問你 這裡叫零 會輸嗎 怎麼會輸 不會 因為PSY本身 它不賭行情的 它沒有多頭跟空頭 它叫做波動 它不叫多空 它就是正五十 我就是站在賣方 站在空方 然後商品價格一定是波動的 既然一定是波動的 我就等 等它回到零走 既然一定是波動的 那富石該怎麼辦 富石你要站在買方 它肯定會回到零 你不得變了 面對九月份 我的看法還是要非常小心謹慎好不好 為什麼呢 這是今天 各位請看 我們跟上圖跟下圖 上圖是VIX 要提訪 就是這個禮拜 因為它叫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本身 它跟商品價格叫反向 就是說VIX在漲 國際股市會跌 VIX在跌呢 國際股市會漲 所以我們來看 8月15 VIX從18暴漲到21以上 所以這個過程 國際股市在大跌 然後從8月16號開始 它出現大跌 一直跌到8月23 一直到8月23 國際股市一定是大漲 一定是大漲 關鍵在8月23 如果我們用量價來看 這裡叫次大量 這裡叫最大量 也就是說 次大量爆發在這個點 它不能跌破21 破21代表高檔叫做 高檔放量 相對的這個叫低檔出量 低檔出的量在這裡 所以當它往上走 你不會擔心 因為你知道它一定會再回來 回來哪裡回來這裡 你要提訪它會再漲 它如果再漲呢 國際股市會跌 因為它會走這個區間 就是說你去觀察恐慌指數 本週主要區間會落在18到21 這個我們在三個禮拜 就提過了 那我們看底下 底下是我個人的看法 什麼意思 你稍待 美股要開盤了 我的做法我會站在空方 你又站在空方 萬一大漲600點你怎麼辦 那就做多 這種事還要人家講 第一個 我會在26433 一直到26495 這個60點以內 道瓊我會站在空方 萬一我空了 它漲上26495 我就認賠 我就認賠 然後反手做多 我再跟各位報告的是 專業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我不賭行情 我賭不到 我直接講 不可能賭得到行情的 但是 大部分的朋友 你很希望說 看到一個老師 帶著你賭行情 然後呢 你辦了手續了 往往就不如預期 對不對 你就覺得他們都誇到不死 講得不死 我跟你講真的 我希望你聽得下去 金融市場 一個專業 合格的從業人員 不能帶他的成員 去賭行情 我只問你 賭錯怎麼辦 賭錯怎麼辦 那全部打掛了 不是的 什麼叫操作 好 單純就 我們講道雄 以今天晚上為例 這裡呢 只要他往上漲 30點我就要半空 我一定要空 我還記得 有那個分析師搞好說 蕭文明 你幹嘛講得這麼清楚 那萬一你空 他又不疊 他繼續講怎麼辦 我說要忠實表達 對錯要給大家知道 而不是用不死的 用誇大的 錯了就不敢講 他都只講對的 那我 我身為一個從業人員 不該如此 我對錯我會讓你知道 第一個 他往上漲來到26433 一定是空 沒有人在這裡做多的 你說萬一他暴漲怎麼辦 他暴漲他要不要往上走 要 他要不要突破26495 要 他要漲他又要過495 他過不了495就是空 那如果真的過了呢 我就挺損了 我能輸多少 相對的 他來到26433 為了要看 然後他肯定要回25995 那請問你 我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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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限輸60點 往下 我有機會贏400點 那請問你 我該做多還是做空 較公也半康 那萬一他過了26495呢 我就認賠 停損還走做多 這樣有什麼不對 照著做 金融市場在於 第一個 讓自己 擁有不受外界干擾的能力 什麼叫不受干擾 我針對未來 九月台沒人知道 問題是九月台很厲害 你知道嗎 不發生則已 那發生怎麼辦 你有沒有做好準備 不是說 我這 大跌的就說我做空 大漲就 你看我都做多 你如果還是喜歡看這種節目 我也沒辦法 我只能跟你分享說 你如何去面對 接下來 來勢洶洶的九月份 九月絕對 九月風暴 肯定不輸八月 不會輸八月 所以你要做好準備 這個圖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好 台北股市有沒有從這裡暴跌 又大漲 一樣 順暴跌又大漲 對 那在哪裡 他就在觀察610 一定是610 為什麼是610 為什麼今天全天候 就在約列在這裡 就這條 你往前推 最高點 是不是這天 沒有對不對 最低點是不是在這裡 一定是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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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他在這裡整盤待變 你要準備好 一種是要往上攻擊 一種是要向下修正 不管向上向下 你都知道你會贏 你肯定會對 你也知道 接下來的每一個交易日 你做十多你要贏的高刀 那怎麼做 照著皮的摔錯 我不是要跟你講績效 我只舉個例子 過往以來 我們強調一個叫做 他山之時才能攻錯 如果你用一般的做法 你覺得你的操作績效很好 你當然就持續 就不要改 可是相對的 好 當你面對金融市場奇怪 做多就輸 半康也輸 跟你分享 你要用他山之時才能攻錯 你要使用不同的方式 這裡面叫做帆轉指標 帆轉指標裡面推薦你 你可以利用 利用叫皮衰 皮衰正午時要站在空方 負時要站在買方 每一筆都要做 不要怕錯 不要怕錯 每一筆都要做 正午時就給它扛 負午時就給它多 你會是最大贏家 那歡迎各位 在這個月的第一個交易日 你可以跟我們服務人員 做個聯繫 我會提供你PSY即時系統 並且我會幫各位做個 升等的動作 歡迎你 稍待可以聯繫我們服務人員 感謝你 謝謝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